嗨,大家好,我是ChainRider51 I gotta work 我在说右门太傻逼了 我说我要去爽巴还有四五多分钟 我要尽量快点说 昨天有个朋友问我说 新手从来没骑过摩托 到底是买多少cc的摩托合适 我个人认为啊 只是个人意见 应该是250cc的合适 因为呢 有几个 几个 250cc有几个优点 首先就是它车轻 车轻的话呢 就会让你拐弯啊 或者是加速啊 更柔和更流畅一点 这样呢你就不会说 就不会紧张 然后让你骑着更放心更舒服 而且呢250cc说实话 城市里跑完全够了 城市里跑 因为我第一辆摩托车就是250cc嘛 跑个120没问题 上高速也可以 城市里跑反正加速度比一般的车都快 所以我觉得250cc非常非常适合初学者 但问题呢 问题就在于有几方面 问题一 你这个车你可能骑个一个月左右 骑个一个月左右 你就开始烦它了 因为你刚开始骑新鲜 你就觉得 哦操我骑摩托牛逼我帅 然后呢操 但是呢 你刚开始骑你觉得这劲儿啊 还挺大 你就感觉有点控制不住 还是那种感觉 但骑一阵你就知道了 骑 骑行骑我估计你就明白了 说 这车 就那么大起点劲 哎呦说话边 摇我嘴了 骑车 那车就那么大点劲儿 那么大点劲儿 所以呢 你 你想 你想真正说把车给开起来呀 开到 飙起来 说飙了200 这肯定没戏的 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比较 衰的地儿呢 就是 就是 比如说你骑车在大街上 转一下呢 转一下呢 看着有几个也是骑车的哥们 跟他们打个招呼 比如 然后呢 平常里面要能碰上 大街上碰上了 一会站着聊会儿天 坐着聊会儿天啊 什么的 然后 我操 人家都是开600 一千 您开250 不是说 不是说丢人啊 这不是丢不丢人的问题 因为 如果新手的话 就无所谓丢不丢人 但问题是 就算不丢人 你心里也别扭 我操 都是大老爷们儿 你说你开250 和 比如女的开600 你开250 反正挺尴尬的 那会儿我就是 那会儿我买 我买车的时候 我问题是我当时不懂啊 我不懂这些东西 我就是直接在网上看 我看过头 我说这车又便宜又好 又好看又便宜 公里数也堆 那会儿三千公里 四千不到吧 三千多块钱 这么便宜 我说它弄一辆弄一辆吧 然后呢 就弄了一辆 然后呢 当时 卖车的还是一个女孩 还是一个女孩 卖我 我操 当时我就应该知道 有点不对劲 当时就是太兴奋 光看着车 也没看人家 那表情 估计人家表情都特鄙视的 看我一样那种 然后呢操 不管它 反正我当时也是买了车 也没偷推 我就在我们那个 partment楼底下 那停车场 转悠开始 我当时我也不会骑 我就是 我也是从头突然瞎抗 卡完以后 卡完以后 就自己瞎骑呗 转两圈 路管出来 说他不能在这梯 说他妈出事不负责什么的 哎呀 我就很郁闷 然后赶紧哪里亏 直接上路了 我当时也没拍照 也没驾照 也没保险 什么都没有 直接我就上路了 挺弱的 我觉得当时 然后手套什么都没有啊 衣服也没 就一头盔 然后当时就是 刚才时期挺好 然后过一阵 车有问题 过一阵 就觉得没劲 然后再过一阵 得得得这么宽吧 基本上得这么宽 我曾经在看我那250的胎 比自行车胎 比山地车自行车 山地车自行车胎 宽一点有限啊 所以实在是 挺别扭的当时 然后呢 就当时 也挺不爽 所以 我当时做的一个决定就是 瞬间把那车又卖了 骑了一个月把车卖了 然后又攒了点钱 买了六把 那是我第二辆车六把 然后呢 所以我觉得 它 不好就不好在这个 不知道大家听懂没听懂 反正不好就不好在你 你骑了一阵你就不想骑了 觉得没劲 然后你就想换车 因为你 自尊心上受到打击了 你想换车 这肯定是 一个人的正常心理 尤其是男性的话 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呢 但是 个人建议还是说 如果你 手膛也有钱 你也觉得 你也是比较 住宿安全的人的话 我觉得 还真是应该从250开始 我这个Case 是比较偶然的一个 比较偶然的一个 那个 那个 机会 我才等于是 买到250 如果我当时 我知道有600cc的车 我肯定不会买250的 主要是因为没钱 主要是因为金子不够 然后呢 我觉得 其实也看个人 网上好多 YouTube上好多人都说 说其实 操 你第一辆车买个600 第一辆车买个600 完全没问题 你就 你就 直接慢点开 慢点给油 慢点送离活 就行 多开一点 门的问题 的确是 你说你 你开 开600车 你 大街上你就开个10秒 是吧 其实也挺丢人的 所以 也看个人吧 老草 有他们暴毒啊 又暴毒 哎 气死了 哪都毒 这两天我那边天可不错 这两天 昨天 最高气温27度 我几天哪 夏天最高气温也就30度左右嘛 可是够好啊 大街上那帮 那帮女性朋友都穿得挺 挺清凉的 不错 不过 好像今天晚上就要开始 暴风雨 暴风雨完了 就开始冷 周日 周日 周日周一的时候还要下雪 很尴尬很尴尬 我操我这车怎么了 你们听见了吗 这散热器就开始响 刚修了呀 也不是修 刚去做了保养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妈的 这伞还得去看一眼 我操呼了似的 哎呦 天哪 嗯 这个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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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说的 现在好多牌子车还出一二一百二五CC的车 我强烈建议就别买那种车了 我的那种车简直就是自行车 装点搜刀片 然后加个小马达 纯粹欺骗消费者 要什么没什么 还活比贵 所以说大家如果考虑想买那种车的话 就千万别再满了 实在是太傻逼 不知道 不知道我录这段 大家觉得 还行不行 反正行不行就是它了